回來第三節 升旗易得道 這個大灣區一講 其實會 挑起一個問題 就是香港人的身份認同 那麼現在 其實 特區政府 這幾年來會很努力地做一些 使民有一個 國民身份認同 這個 國民身份認同其實在2008年 是飄到很高的 最高峰 大家都認同只是中國人 因為當年 中國新敗奧運會 那年舉辦 還是北京舉辦奧運會 然後 但是為什麼會突然開始跌呢 就是那年 文川地震 然後 毒奶粉 全部爆出來 文川地震就還沒到 5月份的 512 但那時候的效果還沒出來 因為那些 古靈昔貴的 後來你才知道 毒奶粉就不是了 是啊 毒奶粉是時候的 毒奶粉是時候的 但是很快就知道 他裏面有什麼大件事 而文川地震呢 那幾年之後才知道 原來沒有價格 不是這樣的 然後我們會看 香港人 面對政治壓力 慢慢 國民身份就開始 由肯定就變為否定 跟上 現在 中國的矛盾 很多時候會有很多問題 因為 很多時候是資源的問題 又或者是福利的問題 居住問題 因為很多時候 香港人本身 可能住屋都很緊張 那麼 令到很多人 就會開始有種 排外情緒 就會覺得 香港人都搶了福利了 然後 剛剛 最近 舉辦的 亞運會 其實 我是 我們在座 也是剛剛才知道 是亞運會 我怕 我那幾天在日本 我不停看到他們在比賽 但是因為 寫日晚我真的不知道 他們在做 我只是在比賽 我只是不知道 是亞運 很純粹 因為我最近都賭了兩場 賭了幾場球 也是亞運會 足球 這件事真的要罵一下 因為香港是沒得看 連亞運也不打 只是有線 他是不是要轉動 現在呢 有些項目有得看 例如奇妙電視 有些項目有得看 你經常搞到我們是不知道的 你不播 你又不播 以前是一定播的 其實呢 這個是香港政府的責任 尤其是亞運 奧運這些 你應該是由港台出錢 投了他們回來 讓大家都是在免費台上投 很貴的 這些 貴什麼呢 香港政府大賣把錢 香港政府有三萬多億的財政處理 足以賣起四個委內瑞拉 如果你搞那麼多事 要認同國民身份 你真的播放奧運會 其實很多香港人是會幫中國隊的 真的 所以現在大家覺得 沒有國民身份認同 不過剛才Johnny說的說法呢 有一點點傷狂 近年不是的 近年開始不是的 那個比賽我一定要說清楚 是在沒有香港隊的情況之下 如果有香港隊的人當然要支持香港隊 未必喔 現在那些人呢 說支持中國 對家的 現在有些人是 是呀 我不是的 我看奧運 冰箱幫我支持中國 不好意思 我一向都說 那有對手問題 不如說一說今天發生什麼事 這場游泳 這場就好玩了 這場運動那個 出現一些戲劇性的轉變 好戲劇性 我真的沒怎麼看過這樣的事情發生 由這個女子四成一百 自由式 接力的 運行接力 好玩的地方就是 幾隊熱門 一二三回來 日本 中國 和南韓 回到來 大家 大家拍著 但是呢 隔了一段都 未打出來 未打的結果出來 大家就在等 其實對對都很緊張 為什麼突然有一隊 很興奮地跳起了 是 那一隊就是香港 是 為什麼突然跳起呢 就是因為呢 原本過終點的時候是第四的 但是一打出來 那一打出來 就DQ了南韓 一天就犯規 哦 突然沒有牌 變成右牌 那一隊很開心地攬在一起 就像跑馬一樣 突然間 派賽燈關了 然後就打 那個叫做言訊 Enquiry 然後是objection 抗議 現在沒有抗議 因為沒有抗議 但是呢 那個賽果就更改了 香港呢 本身就由第四 就是沒有抗議 但是他當時還沒有出結果的 只是說 只是知道了 哪隊取消了 取消了 那就自己知道了 那最重要就是 是不是第2的那隊取消了呢 南韓 南韓第3 哦第3 哦 那總之第3個取消了第4 就退了上去 所以沒有牌變右牌了 那一刻 最好笑的就不是這裏 最好笑的就不是這裏 最糟糕的不是這裏 一邊等一等一等 都還未出結果 其實很多隊都很害怕 因為你那麼久不出結果 就似是有事的 那終於日本都很擔心 日本都很擔心 日本是第幾 日本第1 第1當然擔心啦 有什麼贏變輸啊 沒有的啦 由金牌變沒有的啦 如果有什麼事 然後 突然間呢 真的打了結果出來 連整個結果都打了出來 然後打多了一行在下面 然後看到一行在下面呢 就是中國 失格 是啊 就是取消資格 原來又是犯規 那結果呢 就彈了上第2 當然很高興啦 但是另外一隊呢 又是很高興的 因為有一隊比了第3 第5比了第3 那一隊就是新加坡 哦 那這個畫面呢 這一刻呢 就是香港隊攬完新加坡隊 是啊 很長陽 大家很開心 因為大家又沒有面子 其實呢 很合理的 你抱著他呢 十分之合理 不是 因為跟著中國的網民 是瘋狂地罵 好像玻璃心遍地 瘋狂地罵你們香港隊 是嗎 坦白說 這個呢 就是他們教育問題 如果他們有賭過馬 保證他們不會有他的心態 因為你如果自己 買那場馬 跑第4第5 突然間第2、3名 被人取消資格 你本身 買那兩隻是沒有的 為甚麼還在維持 那你是不是覺得很開心 但問題是他買了第2那隊 其實呢 要開放一個賭業 在國內 因為那些人 其實不會買回中國隊的 如果你要買 是啊 你可能會買對家的 賭球還賭球 其實大陸的賭的 但賭率都比香港低 因為他吃水深一點 他有得買的 今時今日我不知道 但是呢 2002年世界盃的時候 香港和大陸的賭盟有甚麼分別呢 就是大陸那些呢 就會口喊支持中國隊 買回一點的 買回一點的 自己會賣真是支持的 那時候 但是香港那些呢 就口喊支持中國隊 然後打完一場球 喂 收錢 這樣子的 那沒辦法不收錢 就是你那個戰代力太弱 你一定輸 輸夠硬的 不是開玩笑 那你對巴西 你不要想啦 是吧 是 不要說去到對巴西 喂 你對那些很容易打的那些 你都輸給別人啦 不過今屆呢 這個中國的 亞運足球呢 不錯啊 連養三場 但是剛剛今天輸了 輸了4比3 給這個叫沙特阿拉伯 跟香港同病相連啦 香港都出到線 但結果都輸了給烏茲別克啦 烏茲別克很強啊 但是這樣啊 這次就沒有辦法 今天是淘汰賽來的啊 是啊 那中國出局了 大家都十六強出局 香港和中國一起十六強出局 這次是 哦 那麼好公平 那就好啦 冷靜靜靜 香港就不是很慘的 因為一早就不小心被人趕了一個出場 大家都覺得很不值的 而且還有一樣 香港呢 一向都是烏茲別克的黑勝來的 是嗎 烏茲別克 我想全亞洲是最不想見到香港隊的 因為明明波及高利涼兩關 每次都打不贏的 每次都贏不了 我這次贏回來了 因為這次再打多一個嘛 因為2010年呢 香港是贏的 在廣州亞運 哦 竟然贏的 2014年又對過 21比1的 哦 所以香港經常都黑著烏茲別克的 是很有趣的 可能那個名字 黑著烏茲別克的 那些什麼香港人呢 抱著新加坡隊 慶祝中國被人DQ 還有一些反華的國家 你也抱著他 那不是的 新加坡都很恐怖 新加坡好像是反華的嗎 不反華 很親中的 那些人只是這麼說而已 那些網民是什麼都要說的 那些網民看在前面 氣到後面 為什麼呢 這班女生每個都講英文的 鬼妹來的 鬼妹來的 其實讀得輸 做得運動 通常都是名校生的 是 香港這班是 難道是福建中學嗎 但是這樣就很幸運了 香港呢 這次是少了個主力的 這次是 那個受了傷退了賽 那個是什麼原因 是不是因為 他爸爸不是委員 所以退賽 不是他受了傷 那個受傷退了賽 這個女子隊 哦 幸好不是男子隊 男子隊最好成績那個沒有份的 是要爸爸是委員才可以入選 但是呢 那個退了隊 其實影響很大 已經 哦 那不怕了 現在有兩隊 因為剛好有兩隊 而且那些個人賽 就變得很難爭 那個人賽就沒有了 因為那個是 這個是銀牌 是嗎 這個人 真的撿回來 四成一百 當時呢 又要說了 在這個中央電視台的影片 我又看了 哦 日本的影片 他又看了 中央電視台的影片 他又看了 說什麼都在中央電視台的影片 中央電視台呢 就說 當時呢 那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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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個評述呢 就在那裏說 這個 就說說這個南韓被人取消了資格 那中國香港就很開心啦 都撿回一面獎牌啦 哦 其實就是這樣說 然後呢 他就在那裏解釋 就說 怎樣叫做 怎樣叫做 搶跳 說這個南韓搶跳 說這個南韓被人取消了 然後呢 一打成績出來呢 Dead air了三秒左右 哦 他就說 中國都被人取消了資格 一年之後呢 連頒獎禮都沒有轉播 立即咳嗽了 陳舟的一號 上次我想起 立即咳嗽了 很多小孩 他想紅呢 就說要賺錢呢 可能就是賣張相片 就說一晚收多少錢的 是嗎 所以現在的網紅呢 有很多途徑賺錢 所以你說要他們自小苦練呢 就未必 很多城市長大的小孩 未必肯爭 城市就不會了 農村也不可能 農村不是可能會 是還有很多 因為還想脫貧 還有很多 因為其實 貧窮的人口是非常多的 那個基數很大 但是對於這個中國的體育事業呢 因為可能那個國家的黨的機器 沒有管得那麼嚴 甚至乎 又或者 被他選擇的選擇機會就少了 因為 生活富裕了 人們不會那麼辛苦 有機會發達 捨得 因為一來有機會多了發達的途徑 所以就少了人被他選擇 可能運動員的質素 也會下降 前兩年李若烈奈奴 他拿的獎牌 金牌比英國更少 是第三 其實 可不可以說出來 很大的原因是什麼呢 是打貪 哦 說出來 因為 風聲提得那麼緊 我還博不博 不敢吃禁藥 又加起來 因為 驗得很厲害 所以就搞到 所以就搞到上一次這樣 很好玩的 又要說回 今天的報道 大家就沒有說到 我看不到有說 說了一件事 就是說 這次拿這個 接力的銀牌 就是 24年來最好的成績 24年前就拿過一次 拿過一次的銀牌 為什麼要這麼本事拿到銀牌呢 你問24年前那一次 是啊 我沒有看到報道的 但是我記得的 24年應該是 1994年 是 那是廣島亞運來的 哦 為什麼拿呢 本來是第三的 又是一樣的 有人 有人墮了下去 那一次呢 就是中國的泳隊呢 在完了的亞運之後呢 十幾人驗出來吃藥 所以 集體被人取消資格 升了上第二 哦 這樣 兩次都是受惠於中國隊的 都是呀 是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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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真的是讓給她的 那就是 好久都麻煩的 是不是這樣說 別說了 你經常拿獎 分給別人嘛 你全都拿了嗎 是不是 體育的東西 說那個 叫做什麼 友誼第一的 比賽第二的 你經常拿獎牌嗎 什麼都被你全都拿了 別人不開心 你只能把第二直說的 到真的做了 那時候就不是的啦 你不開心的嘛 被你全都拿了 什麼都被你全都拿了 你給別人嘛 分給別人嘛 難怪印尼排華 你什麼 羽毛球你又拿了金牌的冠軍 全部都拿了 全部都拿了 排球你又拿了 你給別人的 你給別人的 好像李宗偉那樣 哇哇你找到林丹就是劏糕人的 是不是 那你找到人不討你 林丹是馬來西亞的 是不是 就是這樣說的 有什麼百分別人不取消你的項目 什麼都被你全都被你搶了 有機會嘛 拿得很棒 是啊 不理不到 不是啊你不行的 有時候你都要 你都要讓一點點給別人的 馬來西亞唯一拿了金牌 就是李宗偉 你還要 連劏他三鑊 人家已經很老了 下屆沒有機會的 所以我覺得 中國人很不應該 人家是唯一的嘛 你八九幾面 人家一面都不想讓別人拿 現在都拿了幾面了 現在當然是領先的 領先很多 拿到金牌磅嘛 今天你都知道很多 因為現在是六十五面 日本是第二 但是二十九面而已 很遠的 是很遠的 第三呢 第三是什麼 第三是南韓二十一 跟著就 不是啊你第一 比第二第三加起來 我還要多 喂 我怕 如果是正常的表現 應該他一個 拿了超過一半 是 不是啊那就是了 什麼都被你納糕了 是留給別人的嘛 那 起碼剩下一個給香港 香港今天拿了什麼金牌 武運金牌啊 亞運 跳馬 大家記不記得香港第一面 亞運金牌是誰 車谷紅 車谷紅 保齡球 當時我聽到 保齡球是什麼 我讀小學 不知道為什麼要保齡球 哈哈 我看亞運 原來是保齡球 你不懂劉德華嗎 小學 哪有劉德華 當時劉德華在做聶英 很早了 我讀小學嘛 你說幾歲的時候 你不懂機啊 是不是 不知道什麼叫保齡球 看到亞運會在新聞 其實我當時看這些運動會 有很多你真的聽都沒聽過 冰湖 最近我們才看到冰湖是怎樣 才知道是什麼 我早十多年前開始看冰湖 對啊 我剛才看東國有運 真的不知道什麼 很多不懂的 好像那個地雷的物體 類似一個 扔出去 扔地雷 摸摸地下 大家鬥爪 是啊 我真的沒想到 那 講回這個 香港又得到這面 叫做什麼 跳馬 跳馬 你說是體操的 金牌 拿金牌 香港體操 還有馬術 昨天又拿了一個金牌 昨天馬術拿了一個金牌 聖裝舞步 哦 那些就是表演性質 因為競技就不會很重 因為那種馬術是 很陰雅的 好像跳舞那樣的 技術多於一切 不是說那種鬥快 不是鬥體能 那些就 含金量沒有那麼高 不同的游水 不同的游水 你游水一定是含金量最高的 你田徑 菜跑100米 那些是含金量最高的 就算你劍擊也好 但有些類似的武術 長拳 那些 那些是很主觀的 你一個人出來表演 非體能性 或者是運略泳 這些都是很主觀的 所以 你說那個馬術 反而含金量那麼高 但是這面 叫做 體操項目 體操 中日韓三角壟斷 那些是運動員的 是不是 為什麼會留一手指尾 留在香港那裡呢 要是看看 運動員的狀態 是怎樣的 這個運動員 應該是不是內地來的 不是 香港人 那麼厲害 小學肯定已經是香港的 我非常肯定的 你看一下 香港有多少地方可以讓你玩體操 沒有地方可以讓你玩的 足球場也還有 真的沒有地方玩體操 這節時間差不多了 恭喜香港隊 拿了金牌 下次再見